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员阵容也只是公布了张若云一个人 其他内容尚未公布 正因如此 演员粉十分自豪 称六十万无须大惊小怪 不过是基本盘而已 演员粉之所以这么自信 当然是因为张若云有实力 近几年他主演的剧大多数都成为了爆款 他也成为最能抗拒的男演员 对于张若云的粉丝来说 现在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催剧 《庆余年》第二季 《雪中汗刀行》第二季 《法医秦鸣》第二季 《警察荣誉》第二季 毫无疑问 以上这些剧都是因为第一季的口碑非常不错 因此观众非常期待第二季赶紧开播 《庆余年》第一季播出之后之所以火爆 不仅仅是男主角张若云的表现出色 剧中的其他演员同样贡献出了超高的技艺 可以说《庆余年》是所有演员在标戏都不为过 陈道明、田宇、刘烨、吴刚、于荣光、高曙光、海一天等中老年戏股 各个都是影帝级别的表演 王阳、刘端端、佟梦时、郭麒麟、肖战等年轻演员也一样很出彩 女演员方面 李庆、李纯、金指雷、宋毅、李小冉、戴文文等 也都是人美演技好 正是因为制作团队、剧本、演员多方面都是优质的 所以才有了《庆余年》播出后的盛况 也让很多很多人期待着第二季赶紧到来 而且观众最希望是原班人马回归 1月4日 恒电影视城娱乐频道 在转发了《庆余年2》的预约人数超60万的博文 并评论称 快了 我好像已经收到了风声 恒电作为《庆余年》第一季的拍摄地之一 他们得到《庆余年2》要开机拍摄的消息 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无论消息真假 的确是希望《庆余年2》尽快开机 观众已经好久没有追好剧了 接下来说 《庆余年》多个穿帮镜头 揭开神庙使者的神秘面纱 《庆余年》中 最神秘的除了神庙 就是神庙使者了 神庙因为叶青梅的到来 揭开了神秘面纱 不过是现代军事博物馆 在废墟中遗留下来的 准备控制人类进程 当然也是最神秘的地方 隔开现代和后现代的标志 因为未知才神秘 其次就是神庙使者了 剧中有说过 五竹其实就是神庙使者 不过他被叶青梅带走了 不再是神庙使者 可他的标配能够看出 神庙使者的某些特质 神庙使者还曾和庆帝勾结 暗害叶青梅 作为神庙使者 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众所周知 五竹是神庙的使者 这说明神庙使者 一般是机器人 具有人类特征的机器人 就算隐藏在人群中 也是无法一眼认出的 可见神庙使者 也是云云众生 其实就是 在庆余年第34集中 导演给了一个特写的镜头 五竹鞋子的特写 一只运动皮鞋 现代款的运动皮鞋 这是不是暗示着 现代化的装束 就是神庙使者的 另一个特征 那我们就一起寻找 把那些神庙使者 找出来吧 测谎仪 庆帝正在和梅直里讨论 关于他明晃晃投靠太子 忘记自己的 曾经承诺的事情 这时候 后面来了一个测谎仪 这应该是庆帝和 神庙使者勾结 一起暗害叶青梅后 留下来的使者 专门监视 庆帝皇宫的一切 毕竟 神庙和庆国是互利互惠 是无法完全相对对方 一个使者 不仅可以消除神庙的疑心 还能在关键时刻 保护庆帝 使者既然和庆帝合作 肯定不想让他死翘翘了 要不然他还得找合作者 岂不是得不偿失 不仅没直理被监视 还有监察院里面 也有这样的测谎仪 监察院可是 叶青梅一手建立起来的 那么里面肯定有很多叶青梅的忠实粉 放一两个测谎仪 看看谁说谎了 让神庙使者一下子认出来 然后偷偷干掉 是合情合理的 既帮助庆帝除了反对者 又帮助神庙立威 多好的合作 小白鞋 太后回宫时 两边的宫女都低着头 恭敬地等着太后经过 这时候旁边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画面 就是有一双小白鞋出现在视野之中 不仅没有恭敬 还背对着向前面走去 两旁的小宫女 视若无物一般 完全不在乎这样的事情 好像是习以为常 可见神庙使者在宫里也是无处不在的 不管是宫女太后 还是庆帝太监 都已经默默习惯他们的存在了 牛仔裤 还记得那时候范贤刚刚进京 准备找到杀害自己的凶手 谁知遇上了王启年 王启年正在等着范贤自投罗网给他送钱 送完钱的王启年准备回家时 后面出现了一个穿着牛仔裤的胸台 虽然外面穿着古代的裙装 走路太快露线了 把牛仔裤给露出来了 王启年背对着他 要不然就能感觉到他的不同 说不定就能去跟踪 找到神庙使者 车 其实不仅在宫里面 神庙使者在外面也是无处不在的 比如 斯里里在逃亡的路上 他的前面出现了车轮胎印 这可是现代小轿车啊 作为现代博物馆的神庙 举及枪都有 小轿车应该也不在话下 洪甲军奉范贱命令 来接范贤前往京城 接受内裤的裁权 到京城时 正好看到京城门口有一个面包车 正在往前走去 而所有人都习以为常 要么是神庙使者太过强大 能够隐身 要么就是大家习惯了这样的小面包车 我还是倾向于后者 因为没有人惊讶 当然了 还有不知名的小推车 虽然神庙的人是机器人 不吃不喝 就如五竹 可是为了融入周围的生活 他们还是需要装模作样地 找个营生的技能 以免别人看出来 就如五竹 当年在淡州 为了照顾范贤 还开了一家小店 无处不在地跟踪狂魔 范贤作为主角 也是这一届的神庙看好的人 当然要随时保护他 照顾他 万一中途死翘翘了 岂不是还得重新找一个 神庙其实挺懒的 叶青梅带着五竹逃跑 那么多年都不派人来灭杀 要不是庆帝找他们合作 估计他们都不懒得动 所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继承人 可得好好保护着 范贤出门遇上了苦难 找到一个茶馆喝点茶 解解渴 再想想下一步要怎么做 谁知给他倒茶的人 也是神庙使者 因为他手上带着一只 闪闪发光的金表 一看就是现代的东西 神庙使者为了范贤 也是绞尽脑汁 想尽办法接近他 斯里里杀了滕子经 害怕被发现了 自己的北齐暗探的身份 烧了自己的花船 跑路去了 范贤为了给滕子经报仇 跟王启年一起追踪斯里里 王启年负责追踪 范贤负责出谋划策 正在这时 他们后面出现了一个人影 这人应该就是神庙使者 暗暗跟踪他们 一是保护范贤 二是监视范贤 万一范贤又成为了第二个叶青梅 可以早早防范 控制普通人监视 还记得莫名其妙跟范贤 对打的叶灵儿吗 叶灵儿是灵婉儿的好朋友 不仅让他吃好喝好 还要保护他不被坏男人骚扰 范贤夜叹归房 正好遇上了叶灵儿 于是叶灵儿以为是灯徒子 毫不留情地刺杀范贤 这不是其次 只要是叶灵儿身上 也有现代人的东西 一根绳索 这可能就是神庙使者 控制了叶灵儿给范贤使绊子 想要考验范贤的耐心 是不是能够完成 神庙接下来需要交代的任务 范贤跟随武竹练了霸道真气 可神庙使者不知他如今武功如何了 于是派了河道人前来试探 一番打斗 终于确定范贤已经达到酒品了 接下来的任务可以安心交给他了 大晚上 范贤出个门 后面吊着一个人 这人也是在监视范贤吧 好了 估计还有很多很多隐藏的伏笔 能够找到神庙使者 不过那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怎么寻找神庙使者了 庆余年第二部已经官宣 可能接下来就会揭晓这些神庙使者 让我们一保眼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